胡海峰高调露面试图传最新消息 图 看中国记者李文龙综合报道6月20日浙江省嘉兴市举行年度招商大会胡锦涛之子 嘉兴市长胡海峰出席并致辞其试图再传新消息 台湾联合新闻网6月20日报道称 一担任市长两年期间政绩不错有消息指胡海峰近期渴望升任中共嘉兴市委书记 但职级仍为政厅级现年48岁的胡海峰 因是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之子 试图备受关注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及清华大学的EMBA的胡海峰 早年任职于商界先后担任清华控股公司高级工程师 同方威视技术公司总裁40岁时 基深正厅级2010年曾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党委书记 2013年5月开始从政挂职嘉兴市委副书记 2016年3月任嘉兴市委副书记 市长2017年4月胡海峰连任嘉兴市长 胡海峰近两年已几度传出要升职 尽管最后传闻均落空 然而外界仍持续对其试图看好 香港东方日报去年12月23日刊文指出 在50岁之前胡海峰有可能晋升为副部级 长远来看更有机会问顶副国级胡海峰之父 胡锦涛被指是习近平的政治盟友 中共18大后胡锦涛把全部权力移交给习近平 习近平五年反腐打虎期间胡锦涛多次高调露面挺习胡海峰被认为是图乐观的原因 外界很早就有分析认为与其胡交情有关 另据香港东方日报前述文章分析认为 除拥有胡锦涛之子这一身份之外 胡海峰还有另一个政治优势 与如日中天的清华系有一定的关联 胡海峰曾长期在清华大学的相伴企业工作 而19大新进政治局委员的现任中组部长陈希 当时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港媒文章指当年正式在陈希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共同主导下 双方共同成立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胡海峰 当时出任党委书记一直因为有这层渊源胡海峰与习近平 陈希的关系还比较近次外 外界发现近期一批太子党 先后在政商界以及人大政协退场 包括毛泽东之孙毛新宇 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玲 前总理朱镕基之女朱燕来 邓小平女儿邓南等人 中国问题专家恒河 早前对美媒表示 严格来说 红二代是建政高级领导人之后 留在政治中心的也只有习近平 薄熙来和刘元三人 是同辈原来互有威胁 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红二代多数在改革开放后下海经商 而远离权力因此影响力减少 真正的红二代只要从政就会成为太子党头 比方说曾庆红 至于胡锦涛儿子胡海丰 他为何能够在中共人事布局中平安的脱颖而出 恒河认为有两大原因 一是胡锦涛没有野心 向来以循规岛举名 生在外 而且他还帮助习近平清洗江泽民势力 对于习近平打压团派也视而不见 二是很多红二代在山界没有从基层开始从政 底层上来的红二代资源 比不上太子党更不成威胁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要借胡海丰 给其他太子党树立榜样 不能够加你 如果你 sous la称 我会他的太子党来丢 你不能够加你 με Americans 都是向伎谔的 你很不错 你不错 你不能够 你不错